秋刀魚入鍋爆出油汁 在高油溫洗禮下慢出香氣 耐心煎煮到表面恰恰 把它香氣煎出來 主要是要讓它定型 一隻隻秋刀魚放進特調醬汁中 裡頭有蘋果梅子蔥等蔬果 跟柴魚醬油微煮 大量洋蔥是秋刀魚美味關鍵 大火三小時再燜五個小時 洋蔥以及蔬果煮出來的甜味 跟肉質完美交融 在烹煮過程得小心呵護 就怕一不小心 讓焦滴滴的秋刀魚破相 最後還要放進冰箱浸泡到隔夜 現在的人不喜歡吃味精跟味醂 味醂說真的 我多加了味醂 我可以讓它快速入味 可是我不要 我就是要讓它呈現 古早味這個味道 不加任何味精味淋 是老闆李永全的堅持 因為當初這道店主秋刀魚 是製作給他癌磨的父親享用 為了讓爸爸有胃口吃得健康 他研發好一段時間 即便製作過程 好許一天也甘之如遺 秋刀魚如同種了化骨綿掌 魚骨魚刺在嘴中直接散開 蔬菜甘甜滋味 緊緊裹住魚肉 美味魚醃肉涼涼三日 每一口都像在體驗大海的交響樂 他那個骨骨頭已經吃下去 讓你沒有任何障礙 你能很順利 很順的把它吞下去 我跟他講說這是我自己做的 他竟然不相信 他就跑去市場 騎著腳踏車跑去市場買 二十隻回來讓我滷 他吃後煮了一次以後 他就不敢讓我煮了 因為他也太費食了 有美食陪伴父親餘生 這道孝心料理也成為他事業的轉類點 爸爸過世後李永泉離開原本的餐廳 跳出舒適圈 懸在疫情爆發之際 創業開店 曾經有客人說 你這間小店我看不起眼三個月就解決了 就買單了 可是他給了我們機會 他來吃了以後他跟我們講了一句話 這是真心話 他說你們可以再擴電 吞下別人的輕蔑 用美味證明自己的實力 愛家的李永泉 還在菜單上 加入太太最喜歡的海蝦炒飯 每隻海蝦都是夫妻倆精選 挑出蝦腸 經過煎煮 帶出蝦的甜味 雞蛋洋蔥 蹦出香氣 李永泉的掌勺功力 把白飯炒得粒粒分明 醬油上色 海蝦香培 讓這道看似平凡無奇的海蝦炒飯 每口都充滿驚奇 飢餓的心 被翻炒的鍋氣喚醒 每顆米粒都沾上香氣 海蝦更是爽脆鮮甜 海蝦就是堅持不用泡藥的 它可以吃得到蝦的甜蝦的鮮 對 我們也是請 有時候真的做不去 請姑姑 比較少來幫忙 拔沙筋剝殼 甚至為了讓小孩也能健康飲食 他推出這道布拉蝦煎蛋 以烘蛋方式製作 重新賦予布拉蝦不同口感 一路口軟綿蓬鬆又滑嫩 同時能吃到布拉蝦鮮甜和蛋的香氣 我們有認識的漁船船家 他在宜蘭捕捉布拉蝦 而且他這個東西讓我 現場有看到 我覺得很放心 他在船上一起 就在現趟急速冷凍 所以他完全沒有經過漂白 每道料理雖然都很家常 卻藏著李永泉對家人滿滿的心意 以愛知名做出的美食 讓農情很久俊勇